近日,一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附属中学,秦杂公港,不用一位物理学硕士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。 消息传播过程中,有微信公众号文章称,这名叫李某某的学生,曾是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,并被保送至北京大学。 对此,记者9月23日联系北大党委宣传部了解情况,经过核实,不用公事中的李某某与保送至北京大学的学生李某某不是同一人,北大的李某某已继续升学深造。 北大并呼吁自媒体尊重年轻人的职业选择,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。 公事信息显示,李某某,姓别男,出生年月为两千年三月,学历为硕士研究生,专业为物理学,雇用岗位为勤杂公。 公事时间为2024年9月14日至2024年9月25日。 此外,根据江苏媒体子牛新闻此前报道,南航苏州附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是工作人员失误导致,是我们工作人员一时失误。 他是本科,硕士学位还没达到,工作人员不小心写错了。 我们马上来发个通告,承认下错误。